就是用按钮 而是用插入函数的时候 那我希望 在之前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如果我希望也是一样函数 可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 直接给他一个什么 给他一个资料 就是这个资料就是前面的东西 如果说有刮壶 那就给我刮壶里面的东西 如果没有刮壶呢 那就什么东西都不要给我 其实这样做起来也还蛮方便 所以如果你工作里面 很多的地方都有自定函数 那其实工作也会变得简单多了 不过前提是你要怎么做出这个方选 OK 那其实当然逻辑上 如果你刚刚的那个 就是Sub有做出来 其实方选很 其实基本上甚至可以拿 刚刚的Sub来修改 因为他的逻辑 差别只是在什么 就是方选 它是一个互动式的 上礼拜王特别强调 就是说他是跟使用者要一个资料 要到一个资料之后 再把它处理完之后 返还回来 给谁呢 给方选自己接收到 那方选自己接收到之后 再丢到游标存放的这个储存格 所以丢回来的就是最后的结果 所以这个逻辑有之后 第一个 第二个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最后的结果 然后我们把它 这重来一下 其实基本上 这个东西怎么做出来的 其实我是拿上面的来改 怎么改 现在非常简单 所以上面写出来 下面应该就会了 甚至下面会了 上面也会了 大概逻辑是一样的 那怎么做 所以你观念清楚的话 第一个方选 有没有 那名称的话就这个 我习惯把它加一个函数算了 算刮胡字算函 这样就不用再想说 这样就取什么名称 反正就是 它是函数 它不是函数 这样子 OK 好 按确定之后 特别就要选方选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 接下来你要思考 因为方选呢 它是互动的 后面有个小刮胡是做什么 去跟使用者要资料 那这个要资料的动作 就是由什么 由这个小刮胡去达成 这个叫引述 那我们需要几个引述呢 我们只需要一个引述 就是跟使用者 你给我一个资料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打一个 将来在那个视窗上面的 前面那个名称叫什么 叫资料 OK 我们就 当然你上面打什么 它将来跳出来 就是什么名称 OK 好 那接下来程式该如何撰写 其实 特别注意 我们可以拿上面 这一个刮胡字串 来做修改 那它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呢 第一个 不需要回圈 所以呢 请你把回圈中间的这一段 跳过Fornet Ctrl-C 然后呢 Ctrl-V贴上 第一个 第二个 我习惯因为它缩排 这边缩排 这边又缩排 所以等于它缩排两次 我习惯怎样 把它倒车 OK 倒车的话 几个方法 就是缩排嘛 按Tab是缩排 如果Shift加上Tab 是叫做什么呢 叫 凸排 或者你在工具列上IU建有一个编辑 编辑里面也有一个什么 凸排 缩排 缩排 凸排也可以 上面也会告诉你Tab 跟Shift加Tab 特别注意 你会发现 其实我在撰写程式 一律都会做几件事 一 一定要缩排 为什么要缩排 因为程式会非常的有那个阶层 而且一目了然 有Ford就会有NAS 又IF就会N的IF 那里面执行什么 在缩排 其实这个是第一个 我需要要求各位的 以后如果你程式撰写 我建议各位 就是不要急躁 一定要缩排 第二件事情 加注解 为什么要加注解 其实道理很简单 你自己看的也舒服 别人看的也舒服 像我上面如果不加注解的话 恐怕有些同学 一定会看的 很辛苦 但是加了注解之后 我觉得应该感觉完全不同 因为之前有同学说 他突然看懂程式了 其实他不是看懂程式 他是看懂上面的注解吧 OK 所以有的时候 就是 还有另外就是说 你可能现在看得懂 但是你过几天 过几个礼拜之后 你之前写什么 你可能也忘记了 那如果你有注解的话 你回头看会比较快 可以马上知道说 到底你那时候在做什么事情 OK 尤其是 撰写这种VBA程式 真的不要相信你的记忆力 因为呢 你在过不久之后呢 即将会全部忘光光了 OK 所以理论上不是用背的 因为你背的话呢 你也会非常的疲劳 所以人会累是因为 你记了很多不属于 你脑袋里面应该放的东西 所以呢 像我教这个东西 我尽量不要把它放在脑袋里面 不然我教完之后 我可能就虚脱了 为什么 因为我要背太多东西了吧 怎么可能 所有东西都塞到脑袋里面 那你 所以为什么下课 我发现很多同学已经 还没下课 前就已经整个卷容了 为什么 因为塞太多这些东西 尽可能的你用理解的 然后呢 尽可能就是说 你用什么方式帮助你记忆 像我的习惯是放云端上 不要烧 因为你云端上 自己将来要复制贴上也很快 像我这个东西刚刚也从云端 所以你们方便我也方便 OK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刚刚讲的说牌跟注解 这个是有必要 然后不要急 慢慢来 这个东西其实也急不得的 好 那接下来就改什么 贴上了对不对 把那个回圈略过 再来就是说呢 到底你给他什么东西 他吐回来给你什么东西 对不对 所以你要改哪些 第一个 他给你资料 所以资料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原来在这个sub的是 从上面抓资料 所以现在呢 有没有 这个使用者会给你 所以看到那个什么sales sales A 记得怎么样 通通把它改成资料 因为呢 是使用者会给你 所以呢 sales A 蓝的东西 全部都把它改成资料 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丢回去丢哪里 丢B蓝 对不对 那所以B蓝呢 本来是直接丢在B蓝 可是现在不是 我们现在丢回给谁呢 丢回给自己 所以特别之后 如果是看到B的话 请你丢回给自己 好 改完了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所以特别之后 这个如果你可以改得出来的话 那表示你真的理解了 多改完 反正sales 什么时候用 哪一个比较好 我想你可以自己可以决定 你高兴按sales 你也可以啊 方选 其实逻辑是很像的 而且将来 方选也可以让sales 叫做呼叫 我上个里面还有提过 如果忘记可以回头看一下 好 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来测试一下 看看结果 哦不OK 应该可以理解 反正这些东西啊 改了哪些呢 其实就是从这边到这边 复制贴过来 改了什么呢 改了这个东西 A蓝的东西 全部变成资料了 B蓝的就改成什么 改成这个 其他都没动 还有缩牌改一下而已 好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实行看看 会不会OK 这个地方 选他 资料 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就是刮糊 我们放成两个字 如果你不喜欢这两个字 你喜欢叫参赛者资料 他就会叫参赛者资料 OK 那给他这个东西 按个确定 向下填满 好 结果出来了 不过呢 会有一个地方 不太OK的 哪个地方呢 零 对不对 你想说 出现零怎么办 当然不可能说 你自己再把按抵律车吧 你要按很多下抵律车 其实你要做的事情 如何避免输出是零 那如何避免输出是零 这个地方最后可能你要动一点 就是说 主要是要从这边动一点 因为如果说呢 他有 就是有找到的话 他就会帮你做切割 可是如果没找到的话 其实 关乎自转函数呢 什么事情都没有动到 也就是没有人传任何东西给他 那如果没有传任何东西给他 他的预设值就是零 预设值就是零 所以呢 要不呢 你可以有两种做法 第一个就是说 你可以给他一个预设值 什么预设值呢 就是在这边 第一行的地方 他原来是零嘛 我就先给他一个空字串 反正我就给你一个出子值 你本来就是空的 对不对 如果你本来就是空的 那如果你又塞了其他资料 那你就不是空的 可是如果你没有塞任何资料 那你还是空的 有没有 这应该可以理解吧 OK 第一个 所以我们来把它执行过 给各位看一下 其实你不用怎么执行 你就油标放上面打勾一下 他就会重新执行 有没有 有没有 这个就全部都空了嘛 对不对 这是方法一 那我云端放的是方法二 方法二是什么呢 就是说 多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是 他不等于空的是这样子 这边enter一下 会多一个 将来你们可能会遇到 就是两重性的逻辑 就是 如果他不等于零的话 那就是这一个 如果他等于零的话 那就是这一个 意思就是说 反思的意思 OK 这个是True 这个是False False的话就不是 意思就是他等于零的话 那就塞空之串 这个方式也OK 不过感觉起来 好像第一个方法比较简单 所以其实写那个VBA程式 没有标准答案 而且每一个人写同样的东西 十个工程师写 十个设计师写 会有十种答案 绝对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样的 所以就看你的整个就是思路了 所以这个东西没有标准答案 这个我想各位试一下 做完一样 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如果再把它打勾 他结果应该也这样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 是有关那个制定函数部分 那参考答案其实在云端上也有 把画面先还给周围一下 试一下